节能减碳的话题现在很夯 我们就来看到节能家电退税优惠延长两年 原本到今年的6月14号就要截止延长到2023年的6月14号 而行政院通过了修正草案将送立法院来审查 另外针对了核四重启的公投议题 行政院党苏贞昌表示了核四厂正下方就是断层带 不该重启运转 原本今年6月14号就要到期了 节能家电退税优惠行政院排版再延两年 购买节能效率分级第一或第二级的新电冰箱 冷暖气机或是除湿机 每台最高可以想两千元的退税 行政院通过了货物税条例第十一条之一 修正草案原本今年6月14号到期延长两年到2023年6月14号 将送立法院审议 持续鼓励民众买节能家电省钱又环保 另外针对核四厂是否要重启的议题 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 核四厂当年两部机组一部没有完成 一部是拼装而且执照已经过期 更重要的是核电厂的下方就是断层带 行政院邀请了核电厂相关厂长以及专家到行政院会报告 列席的六都代表也都表示对于核安的忧虑 行政院会尊重核四重启的公投结果 华市新闻城市下彭冠林黄昭盛 基隆报道 接着